和風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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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禮其實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們在這個部分 剛才講到交往的時候 送禮的意義 那剛才兩位老師我們在聊的 我想進入長期關係裡面 重要的就是 兩個人是在一起的 所以两个人的位阶应该是平等的 我了解你的习惯 送礼对你的意义 你也要了解我的习惯 有那个尊重 也许就可以好好的走下去 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关系本来有问题 就不要借由送礼啦 这种想要做一个很戏剧性的东西 来刺激什么 因为有时候反而会让对方觉得 你不想面对问题 例如说他抱怨你家世分担不OK 就你说我每次都有送你很贵的礼物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是怎样 这个礼物是要我闭嘴是不是 风口礼吗 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我们看看两位老师 有没有要补充给大家一些建议 然后我觉得慧雄老师 做的准备非常好 我刚才听到你的分享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 就是送礼其实是一个可以增温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不能够帮你颠覆 是 也不能灭火 也不能灭火啊 如果你们之间已经有很大的问题 火烧屁股也不能说送礼物就平行 我讲的是爱情之火 我在讲的是有火 它其实是可能是一件好事 这个两个人有这个温度 如果你已经有火的话 他们送礼是的确你可以去增温的 但如果本来就没有这个火的话 反正送礼其实并没有成功 还顶不起来 对 还顶不起来 这个是一个哲学 我这边的话 因为在今天要上节目之前 其实我有跟就是 长期一直以来想要礼物 但是一直都没有收到礼物的苦衷 也就是我妈妈本人 讨论过这种问题 我就说因为今天爸爸就已经采得很清楚 他的立场就是他不喜欢送礼 因为他觉得我这一次送了 下一次不送 那事情就大掉了 我不是帮自己找麻烦嘛 所以我就跟我妈讨论说 我说那如果今天在一些你重视的节日啊 他早上起来先帮你把家事做好 帮你把早餐做好 然后跟你说 今天就是我服侍你 你今天就是你 反正就是你受限你最大 我就把你捧在受限当公主 但是没有礼物 这样子的情绪价值你OK吗 他说这样子我也OK 其实也不一定是要那个礼物 只是被捧在手掌心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那种 就是真的不想送礼 或是不想要了集的朋友来说 他可能也会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嗯 我跟你讲 我们节目都要奉送一点邪恶的 平常也不要做到满哦 平常做到满或是超过的话 怎么办呢 你要加麻的时候没有麻可以加 因为你已经都 已经振到心力的全部 所以我觉得感情经营是一种艺术啦 你不能说我每天都奋力奋力 百分之两百的力在用 其实对方也会疲乏 他就会觉得说反正这就是常态 那人家如果你其实留一点点给自己的余裕 反而让对方觉得在互动中 这个他能够有影响力 你看他觉得说他跟你做了一样什么增温的事情 你的回馈也变多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润滑 所以这是我们感情当中的艺术啦 所以这是我们感情当中的艺术啦 所以这是我们感情当中的艺术啦